對 有一個小插曲 就是我其實在一開始 飛機起飛沒多久 就非常的晃 因為其實坐過飛機的人 大家都知道 就是他會有一段時間 要衝破那個雲層你知道 要衝破的時候 那時候是最顛簸 最晃的 然後但是一旦衝破之後 到那個就是最高空 平流程 又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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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那一趟旅程我們起飛的時候 一直衝不破耶 一直 這里這里 雲超厚是嗎 因為我就 因為我坐窗邊嘛 然後我就會打開來看 怎麼 怎麼就都看不到你知道 你在往上衝的感覺 對 我的平流程呢 我的那個海闊天空呢 就是一直很顛簸 總之後來我就是 在看著窗外 就是怎麼樣都衝不破的時候 欸 突然我就覺得 我是眼花還怎麼樣 就是有一道光 就是一束光這樣 啪啊這樣 然後我就 那是我也有花嗎 然後後來呢 這個是我到了 已經到了曼谷之後 就是晚上才看到 就是在滑手機的時候看到 嗚 怎麼都是頭條的新聞 就說就是剛好飛曼谷的班機 有好幾個航班 然後遭雷擊 Celena任家宣三月宣布懷孕喜訊 預計九月迎來兒子小妖果 消息曝光後 各界紛紛湧入祝福 日前她前往泰國旅遊 並且選擇搭乘相當有討論度的 星雨航空 但途中卻因為天氣因素 飛機上下劇烈搖晃 讓她非常害怕 事後看新聞才知道 原來飛機在空中遭到雷擊 對 有一個小插曲 就是我其實在一開始 飛機起飛沒多久 就非常的晃 因為其實坐過飛機的人 大家都知道 就是他會有一段時間 要衝破那個雲層你知道 要衝破的時候 那時候是最顛簸 最晃的 然後但是一旦衝破之後 到那個 平流層 平流層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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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那個 海闊天空的平流層的時候呢 就會 突然就變得很穩嘛 然後你就看到雲在腳下 然後這樣藍天 然後跟陽光這樣 安穩的飛行 結果結果欸 那一趟旅程我們起飛的時候 一直衝不破欸 一直 這女生 原超好是嗎 因為我就 因為我坐窗邊嘛 然後我就會打開來看 什麼都看不到 起飛的時候是要打開的 對對對 一直都打開 可是 因為它已經飛很久了 所以我就會把它拉下來 然後就 它已經一直在衝 就是可能先平穩一下 然後又再繼續衝 所以我就忍不住 就打開窗戶看 怎麼 欸 怎麼就都看不到 你知道就是 上衝的感覺嗎 對我的平流程呢 我的那個海闊天空呢 就是一直很顛簸 然後後來我就 我就很緊張 那小徐坐在我的前面的位置 我就想要享受一個人 坐在窗邊的感覺這樣 所以我就 我們就坐前後 然後我就真的很緊張 我就是那個顛簸到 然後後來我就看到 其實小徐真的很貼心 你就看到前面的座位 就默默的有一隻手伸起來 他就把手伸過來這樣 然後我就趕快 他往前抓住他的手 因為我真的很緊張 我就是很害怕這樣 然後就真的很 那真的衝不破 就是這樣 很顛簸一段時間之後 好一點之後 我就放手嘛 我就坐下來這樣 然後又開始顛簸一段時間 然後他手又伸過來 我就趕快又再伸 哈哈哈哈哈哈 總之後來 我就是在看著窗外 就是怎麼樣都衝不破的時候 欸 突然我就覺得 我是眼花還是怎麼樣 就是有一道光 然後就是一束光這樣 啪啊這樣 然後我說 那是我的眼花嗎 我就是 我有眼花 那個是網膜玻璃成這樣子嗎 就覺得自己 是怎麼會看到這個這樣 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而且後來又再一次 你看到兩次 我看到兩次 就是天外的一道光 這樣子 一道光束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會是這樣 可是你又沒有聽到什麼雷聲 不像我們在平地 你會聽到這樣 噢 那種雷聲嘛 然後我沒有聽到 可是就是有看到那個閃光這樣 然後真的非常非常的顛簸 然後反正我不知道要衝多久了 大概衝了三十五分鐘嗎 你快到月球了吧 你這種衝法 我真的覺得我快到月 好 Roy才真的到了 就是比較平穩的地方 然後後來呢 這個是我到了 已經到了曼谷之後 就是晚上才看到 就是在滑手機的時候看到 噢 怎麼都是頭條的新聞 就說 就是剛好飛曼谷的班機 有好幾個航班 然後遭雷機 你知道這個 新聞的標題說 遭雷機 啊 我那時候看到我就想 蛤 什麼 我今天的飛機有遭雷機 那上面有你那個班機嗎 就是我那個班機啊 好了 反正總之我那天晚上看到那個新聞 平安啦 平安 還是平安 就是我不知道自己是 原來是經歷了雷機 這樣子 是自己 過分啊 なんか 不想不想 bible安 請就不要 不想能用 是不是 剛剛那邊